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我是小赖,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心术不正的人,身上有三个特征,趁早和他绝交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活到老,学到老,在做人这个方面 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人生就像是一本忏悔路 要不断地记录自己,纠正自己,最后成就自己 这虽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却值得每一个人去践行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有真诚,也有虚伪,有至死不渝,也有忘恩负义 但是还好我们还有一颗良善的本心 人应该像一盏明灯,永远给别人指明道路 但是也别忘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心术不正的人,身上有三个特征 趁早和他绝交吧 一,心机很深,投机取巧,常常想从别人身上获利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难以直视 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才会在心里设起诚服 人有心机本身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有些人总喜欢把心机用在不好的地方 投机取巧,挑拨离间 想用自己的小聪明从别人身上获利 这种损人利己的心机,恰恰是心术不正的表现 二,招摇过世,喜欢接人短处,张扬别人的丑事 人在社会上立足,凡事都要留有余地 不要把事情做绝,很多事情心里明白就好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没有必要硬抓着别人的丑事不放 这对谁都没好处,心术不正的人永远是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总是喜欢在公众场合张扬别人的丑事 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比别人优秀 殊不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那些被你嘲笑的人 总有一天会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所以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 根本不配做朋友 三,两面人,表面一套,背后做一套,虚情假意 有一种人,表面百般奉承,各种说你的好话 一旦遇到利益关系,暗地里却无情地咒骂你 看出政治如君子,却很少人知道他们虚伪的一面 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两面人 这种心口不一,唯利是图 喜欢玩阴招的人不值得深交 人都是有缺点的 这很正常,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要用理智去看待 那些喜欢在人前笑,背后捅刀子的人 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敌人 所以面对这种人 还是趁早绝交吧 人生寄予,人生很宝贵 交友虚谨慎,不管是面对陌生人还是熟人 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份警惕 毕竟朋友是一辈子的事情 如果和心术不正的人做朋友 早晚会出事情,特别是遇到上面三种特征的人 就要开始注意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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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